好 感謝粉丁 手捧着由县长成的热汤園 街友满心感谢 因为在冷冷的天气 来喝一碗热腾腾的汤 就是他们最大的满足 平浪县慈善团体联合协会 为街友举办岁莫寒冬送暖活动 县长潘孟安特地来鼓励街友 希望他们勇于面对未来的人生 在这一波寒流将界 我们也启动了街友的关怀 社工人员到独居老人 到这个街友各自安置 或是启动低温关怀以外 也特别在这个特殊的 也即将过年的时候 我个人也代表县政府 来对于我们这些 流星之家的街友们 来表示一个慰问 来鼓励他们未来在 不管过去如何 未来能够大家一起面对新的生活 岁莫寒冬送暖活动 初提供热食 更赠送街友防寒衣物 暖暖包 睡袋 爱心物资包等物品 让游民街友感受到 社会的关怀与温馨 我们感谢我们总监事 跟两位社工老师 还有县政府社会局他们的协助 非常感谢我们社会大众 大家能够在有钱出钱 有利吃力 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扶持 那非常感恩我们一个政府单位 我们的县长 他能够大力的在这一方面 非常的支持 希望我们能够把社会的 这样子的一个工作做好 平思林表示 协会平日出提供便当及物资 让街友免于饥饿受寒 也积极辅导街友自力更生 办理福利农田计划 让街友种菜来卖 也物及物资提供街友意卖 希望他们能走出困境 回归社会 此外因应农历新年将至 协会将举办尾牙回卢宴 邀请街友一同参与 感受新年的团圆气氛 评论新闻张如云 刘建荣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